核灾区食物 过四年为什么还是不能吃 日本核灾区食品把关破功 日本受辐射污染的福岛 辞呈千叶等五线 生产的酱油泡面饮料等食品 以造业者更换生产地标签 进口台湾 立委昨天痛批 为福不杀人 3月11号你们都知道 日本为五线是不许输入的食品 伪造产地 在海关被你们抓到了 立委当时问你说 什么时候减赴官方产地证明 你还说你还要研溢 这件事情你要不要道歉 对人民道歉要不要 这是不是为福部政府杀人 你们甚至在研溢 要开放五线式的 产品评估风险 进入允许合法进入台湾 对不对 不但没抓到鬼 再去就鬼抓去 日本其实过去一直都有提出这个要求 他们认为他们的食品是安全的 我们一直在评估当中 2011年浮岛核灾 造成辐射外泻 四年后这些核灾区出产的食品 为何仍有疑虑 学者说 核电厂爆炸 释出的辐射污染 会飘散到空气中 掉落在土壤 其中以色役三七 四九十 估六十这三种放射核种为主 依目前浮岛环境持续污染清新 像色役三七的影响要三百年才会绝对安全 四九十也要八十到九十年的时间 土壤中存在辐射物质 长出来的植物也会吸收到 导致吃草的牛汁也受影响 河川中的藻类也会吸附这些辐射物质 鱼吃藻类时也会吸收 当人类吃下这些牛肉牛奶或蔬菜时 辐射物质主要会吸附在肝脏骨头中 停留在人体期间会释出辐射物质 严重的话恐造成骨癌大肠癌等 儿童若吃了有辐射物质的奶粉 恐造成智力受损 孕妇可能出现胎儿畸形或流产 卫福部说 最晚六月底前要求所有日本蔬苔食品附上产地证明 动新闻报导 读家爆料给苹果精彩用 就拨奖先全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请拨奖或电子邮件 苹果任何网站或APP的爆料传区 你爆料我捐款